由招商投資促進局主辦的第29屆MIF 和2024MFE竟於於19號圓滿結束 四天的展期一共吸引超過6.6萬人次入場 其中專業觀眾超過9,600人 同比去年相同的展會升近14% 大會的商業配對和簽約項目都錄得勝負 安排商業配對預簽場 進行簽約項目103份 近一半項目涉及四大產業 積極推動一加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 四天的展期共安排80多場經貿活動 以會議論壇、專題配對合談、推介交流、新品發佈 一會展兩地、社區盜欄等多元的形式 舉辦場地亦由場內延伸至社區 再拓展至橫琴月澳深度合作區 擴大展會的輻射效益、深化澳琴協同發展 一會展兩地還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之前其實我已經有聽說 這個團進團出的政策 其實利用團進團出的政策 可以完全地去貫徹就是一會展兩地 就白天可以在澳門開會 晚上可以在橫琴住 這樣子不光是節約了這個拆旅的成本 那同時呢我們也可以擴大了整一個交流的範圍 因為之前的簽證問題導致了沒辦法很好的去做溝通 就解決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有一個理念就是把北克難輸 那如果有這樣的政策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途徑 讓我的客戶可以到達橫琴 同時也可以到達澳門 通過這個平台可以相互之間的交流 把以前過關的屏障給打破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政策 可以給我們帶來非常大的一個便利 為配合外國人144小時過境免簽 以及今年最新推出的團進團出等政策優勢 第29屆MIF和2024MFE在展前和展中 組織了五場澳琴一會展兩地的系列活動 邀請來自內地、袍羽國家 以及港澳地區等企業代表 海內外參戰商和買家 以及本地品牌企業參與 親身體驗澳琴政策和資源優勢 Ebay我們是一個全球最大的 跨境電商平台之一 我們主力就是扶持香港、澳門 以及大中華區的潛力賣家 出海發展跨境電商的業務 MIF這個活動我覺得相當成功 MIF一直都致力在推動 澳門和華人琴的跨境電商業務發展 今次的活動就有實地考察 演講會談 以及配對接合 我相信這三個環節的活動 的而且確是可以促進到政府部門 國內、國外的企業 投資者和跨境電商產業點的 各位代表深度合作和交流 我覺得非常成功 澳門和環琴同樣具備這個 政策紅利地區的優勢 一起去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 跨境電商發展 我對這方面很有信心 我在莫桑比克開設業務 希望透過MIF 可以開拓這一邊的市場 藉著今次的機會 了解澳門和其他大灣區城市的投資機會 澳門和葡萄牙有緊密的聯繫 是很好的平台 希望可以推動更多的合作機會 目標是吸引更多歐洲投資者 進入內地市場 相信環琴是充滿發展潛力的地方 大家都非常期待我們參加這個聖會 能夠更好地宣傳好他們的品牌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不僅是做個宣傳 更好地把我們優質的企業和品牌 幫助他們走向海外走向世界 另外由廣東省、香港和澳門三地合辦的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大會 在兩展期間設置澳門分會場 體現一會展多場地的安排 大會以服務數字化拆原地 貿易數字化領航區為主題 為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 創新發展注入新動能 新的期待 新的派格 新的派格 新的派格